这段时间中国南篮的表现让广大球迷眼前一亮,这也是姚明指掌篮协推出南篮红篮两队的改革措施。 这是以后首次面临大赛的考验,几场热身赛,红篮两队均有出色发挥,而且这几场比赛,一剑连、周琪、丁燕宇航等实力球星均未出战,大赛在即,这支中国南篮似乎让人看到了希望,姚主席讲话距离北京奥运会,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,这期间我们再也没有接近过世界第八,姚明、大志、杜峰、朱芳宇、李南、王世鹏。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,从南篮的名单上消失,更新换代,老一辈中国南篮相继退役,新一代南篮正在崛起,新的体制,更合理,更科学的用人方式,中国南篮想要向前一步,就必须破釜沉舟,打破常规。 红篮两队,鼓励年轻人去NBA,赴美训练打比赛,姚明给了年轻球员更宽松的大环境,曾深受陈规救治伤害的他,比任何人懂得球员需要什么。 南篮篮对南篮红对中国南篮迎来发展最好大环境的同时,近来又迎来一大利好消息,NBA华裔球星林舒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,如果中国篮协向我发出邀请,我很愿意为中国打球。 林舒豪,因当年在尼克斯上演林疯狂,被广大球迷所熟知,后来逐渐在联盟站稳脚跟,如果他能够加入中国篮球,对中国篮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。 前提是他必须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,因为中国的国籍法规定,中国公民不能具备双重国籍,但更为主要的中国篮球需要打破历史,因为如果他最终加入,中国篮球将实现规划球员林的突破。 其实,当年他在纽约创造林疯狂时,时任主帅尤纳斯,就有意将其招致麾下,但是最终未能如愿,但是时过境迁,现在篮鞋的职掌人换成了姚明,他是一个改革派,这无疑是一技强心针,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。 姚明和林书豪,如果林书豪最终加入中国篮球,我们可能有幸见证,同时有五位NBA球员为国效力的局面,他们分别是一技联非现役,周琦现役NBA球员,王哲林非现役,2016年被辉雄选中,丁燕宇航跟独行侠签约,和林书豪现役NBA球员,这也将创造一个历史。 在他们之前在NBA效力过的球员也只有王志志、巴特尔、姚明、易建连和孙岳,五位NBA同时出战的局面还未曾出现,五位NBA级别首发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林书豪能够加入中国篮球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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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